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 今天给大家的这场比赛是 宝银舱对阵左左木信志的一场大战 那么这场比赛咱们可以看到 对手左左木 是穿着非常的怪异 戴着一个鬼面具 并且打着一个雨伞 进入咱们的比赛场馆 这个来自日本的老将 左左木信志 目前对于我们中国选手的战绩是八战全胜 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 对于我们的中国猛将 宝银舱来说压力很大 他肩负了一个为我们中国选手 复仇的一个使命 那么宝银舱这位选手 来自我们的内蒙古 是一个蒙古族的壮汉 非常的霸气,非常的强壮 这个日本的老将 也是在到达场馆之后 把自己的这个服装脱下来 穿了一个奇装衣服入场 非常的嚣张 那么这边蓝色裤子的 就是我们蒙古族的宝银舱了 今天将由他来对上这个 全胜的日本拳王 这场比赛的话则是在 中国的这个凯迪拉克中心 打响的一场比赛啊 也是在咱们中国主场作战 但是这个日本的拳王啊 在客场居然还穿着这么的怪异 可谓是气焰十分的嚣张 好的 比赛的话也是马上就要开始 左边是我们的宝银舱啊 右边这个个头要矮一点的 是来自日本的这个拳王 祖祖墨 好的 拳王碰拳 比赛也是准备开始 这边可以看到 咱们这个拳击宝贝啊 长得非常的带劲啊 非常的好看 也是看到这种 举牌的选手啊 瞬间这个 战斗力倍增 好的 我们这边直接来到第三回合 双方选手呢 在较量过两回合之后啊 左总墨咱们可以看到 嘴角是已经被打得流血了 宝银舱这个战斗力是十分的凶悍啊 毕竟是咱们蒙古族的猛汉 这边 左总墨 使用一个西顶 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啊 宝银舱这边再躲一招 寻找机会 左总墨选择了一个 冲击下盘的进攻方式啊 这边的话则是进攻失败之后 自己的体力看起来不怎么样了 左总墨这个狂妄的拳王 在入场使用了这种方式 想要再次进攻下盘 但是宝银舱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 迅速进行了一个反防 打了三个回合啊 这个左总墨明显啊 被宝银舱锤的是体力丧失 完全的没有战斗力了 宝银舱状态还是很好的啊 咱们看表情的看出来 线上的观众也是都在为宝银舱加油 重拳 漂亮 这边两发重拳打到对手的脸上 又是一个左勾拳 左总墨这边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又是重拳 又是一个左勾拳 打到漂亮 哨声吹响 第三回合结束啊 这个宝银舱的嘴角啊 是完全的被打得流血了 下面这个日本的观众啊 也是沉默了 日本的观众 大老远来到咱们的中国来看这个左勾拳的比赛 但是这场比赛的话 宝银舱用实力告诉了他什么叫做中国力量啊 用这个一发一发的重拳打的对手是嘴角流血 直接是当场吐血啊 这一拳咱们看到鼻子是直接被打流血了 而且的话嘴角也是被直接打得流血 那么经过了三回合的熬战啊 现在最后将由我们的裁判来宣布最终的胜者 到底是哪位选手啊 但是相信各位观众都有心理准备了啊 都知道谁是真正的王者 恭喜宝银舱成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这个日本的选手啊 也是被打得毫无脾气啊 最后塞后也是对宝银舱竖起了大拇指 好的 那么这场精彩的比赛也是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喜欢看更多精彩的中外博弃视频的话 欢迎点击我的个人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这边的话将要最后进行一个颁奖仪式啊 这边两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啊 帮她进行颁奖 好的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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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